走进花博镇宴馆 超过500家国内外星创 企业跟政府单位共襄盛举 邁入第7年的MISS HIPAY 创新创业嘉宁华 有新创团队将自家解决方案 直接搬到现场 扫描物品不需要电源 就能自助结账 一旁还有搭载多元支付 能开发票的智慧贩卖机 希望说这个东西是有实际应用在 各个领域上 可能它不在智慧零售 它可能在通路方或者是物流方 它也可以去采用这样的设备 转换镜头 他们卖的不是机车 而是透过车联网软硬体整合 解决商用车的诸多烦恼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讲 以前这种传统的租车公司 它就只能在火车站前面 被动的开一间店 等待人家来租 那现在透过我们的GPS的 Tracker的安装 然后电子金流 线上支付等等的功能 所以它很快可以变成一个 共享的乘车服务 疫情期间 台湾成功举办亚洲唯一的 大型实体新创展览 台北市长柯文哲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公孙梦 跟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林杰 都献身支持 一年一度的台北创新创业嘉年华 突破疫情限制如期举办 主办单位同时邀请到 14家投资与创业服务机构 协助新创跟投资人进行媒合 为双方带来双赢局面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云堂 赵亭与唐台北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